这一台车就是GPZ900R 这一位车主朋友应该很让人羡慕吧 这是超级让人羡慕 各位我跟你讲 你现在看到的 搞不好是这世界上屈指可数的 全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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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还有全新车 对 我们来看一下它码表 里程数只有两公里 不是做假的 这不是调过表了 不是哦 因为我们自己在玩车的人 叠盘啊 煞车啊 每一颗螺丝那都是全新的 这台车从日本飙场飙回来的时候 里面电瓶是没有水的 连锁都还没锁 真的是全新车 所以它是怎样 它是有人本来收藏着 然后试出吗 对 那可能很意外 可能很意外的就是说 因为你没有事发的影片 大家不太敢买 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在里面 它踩到雷 但他们很幸运的敢买 买回来 赫然发现原来它是全新车 这一集 我先生不要看可以吗 对 真的耶 它连轮胎都是原出厂胎 我们刚才鉴定过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车厉害了 对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汤姆克尔斯 他们的那个 他刚刚第一集 要用这台车呢 因为这台车 在当时是世界最速的 这个市售摩托车 所以它可以跟战机 对可以match在一起 当时卡巴萨克就 就是誓言 我要打造世界 这个最快的市售摩托车 好那就是这台 0到100在当年啊 他创下这个 Quarter Mile 10.9秒的成绩 那个时候啊 他是220公斤 2208的车重 然后呢 115匹马力 可以做到这样子 第一个马力中央比 还有可以做到这么快 那真的是在美国市场 难怪那些哈雷 没有人要骑 年轻人全部为之倾倒 跑来玩日本车 那在那个年代啊 也有一些暗黑科技 来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画面 最特别的是说外观的部分 这个卡巴萨克这两只脚 一直沿用到筋 包括后面的男子汉 包括连这个 这边也有两只脚 对 你看最末端的H2这里 对 这两只脚 都有留着哦 这个是它的一个元素 这边有个学问 我小时候不懂 我一直以为这是机械式的ABS 现在长大了 我会看英文的我知道 这个叫做 automatic variable damping system 就是说它这个地方 你刹车 按刹车的时候 它就防俯冲 然后呢 这个刹车的油 会倒灌到避震器里面 避震器是不是就变硬了 车头就不会下去 而且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现在长大了才知道 那在那个年代啊 其实汤鲁克是骑的是 A2车型 也就是1985年 其实汤鲁克车电影里面骑的那一台车 跟市售版本是不太一样的 对因为毕竟在 它那个时候是道具嘛 就是当然是可以骑的一台电影中出现的车 但它考期是GPZ 750R的配色 所以是不存在的 下面整流罩 是专属的 那这个是1984年第一代的车型 你一直在它旁边 你不会很想要 哎哟真的 既然主持人答应了 我就上来 就有这个机会是不是 好 以前那个年 感觉这也是汤鲁克车上升了吗 对 它个子比较小 你有墨镜吗 有 它个子比较小 果然 然后呢 它跟这台车超match的 那不好意思 我比较大直一点 所以我要说的比较小一点 那时候骑的时候 你会觉得车特别大台的感觉 很搭 非常搭 那时候的飞观 其实都要戴这么一个墨镜这样 那你看哦 那个时候的把手比较高 风镜比较大 那加上汤鲁克车 或者是一般的骑士 它可以缩在这里面 这样子冲刺 它的骑姿在以前是很合理的 然后呢 如果讲究过弯的话 以前的carp是屁股出来 然后呢 上半身还是直的 那跟那个就不一样 那又是另外一种骑法 所以它那个年代的坐姿 很合理 既可以当跑车 也可以当街车 然后那个年代的车子的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后脚踏 是跟前脚踏连在一起 大部分那个时候的车都那样做 林大 这会是你很想拥有的一台车吗 会哦 可是像它这个受伤整机 它宁愿都不让它发动 我就有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把它修好 能够发 因为有消 可以发可以其实就是有消耗 它宁愿让它时空暂存 青春留在这里 这个真的就是 收藏 那它不会想到 我就是要上路去 好 我就跟你讲一个故事 我朋友呢 就真的花钱 从日本标了一台 整了一台 整理好了哦 哎 整理好了 整理好了 那个整理车子的 你老公也认识 做好了以后就 好 我就下去吃 一起坐上去 赶紧再跨上来 那个音乐 好 所以拥有这个在国内数量已经非常非常稀少 然后我们今天节目看到这个哦 全新车真的是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所以买的人会告诉你说 它真的值得收藏 这个理由可以说服你 我觉得是可以说服我啦 对 LINE 地球黄金线 赖好友目击 开跑咯 黄金线快队要给你 一月一推播 无家汽车资讯 推给你 一招一主题 一手掌握话题本包 最棒的是 还有一月一惊喜 汽车周边好康大帮送 你还在等什么 加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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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 让我们成为最懂你的赖车友 LINE UBUBUBBUBBUB